剧墨回营 由各参与者现场抽出词句之后 马上下笔挥书 令现场所有人士大开眼界 君不见黄河之水 天上来 包括前县长李祝锋等 18位台金书法家 各个使出拿手字体现场辉豪 把李白的江敬酒化作书役 全部越南于纸上 总共18位书法家 一起来写这个江敬酒 李白的江敬酒 那他是现场抽的 你抽到什么句子 就马上写 那等于是你 你还没有抽之前 你不知道你会写哪一个句子 就是考考自己的实力 而且很有神秘感 整个加起来 总共有大概八米长 连前面的题目 还有后面的拔 那这个 这样的活动 我觉得是可以尝试一下说 如果这样大家认为很好 我们下一次的活动 可以继续这样 或者改进 因为他不一样的地方 另外就是说 一个团体性 还有一个个人的表现 都加在里面 这个在所有的书法 活动辉豪的现场 应该是首例 大家反应也都非常的热烈 这个我们可以作为一个收场 给文化局做一个收场 巨木回迎 是这一次书法展的主题 今年12月18日到明年1月5日 在文化局的展览场展出 各类的书体还有书法家 是独树一格的特色风格一览无遗 喜欢书末的乡亲们 可别错过这难得的机会 可以到现场一包眼福